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部长 陆兆富表示 无论如何陆兆富表示 政府目前还在探讨这项计划的可行性 同时也将会寻找供应商以开发网上申请的系统 针对这起事件 陆兆富表示 该机构已经展开调查 根据初步的调查 位于格拉纳在野的陆路公共交通机构 每一天所接待的客户有所增加 不过在柜台处理事务的职员 却面对短缺的问题 目前当局还在等待公共服务局委派职员 以便能够有足够的员工协助柜台处理事务 陆兆富是在森州出席 免费再送学生巴士服务的活动推介礼上这么表示 这项活动主要是让人保和日乐物区的学生受惠 只要穿着校服的学生都能够免费承担有关的巴士服务 在推介礼上 陆兆富也亲自坐上巴士体验有关的服务 财政部长林冠英指出 他和工程部长马尔维安正在针对收购国内其他收费大道仪式 进行研究 希望可以在两到三个月内有结果 通过的路线 是要是由一家发生的公司 是一家的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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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它是一家公司的车区 是因为它是全家的区域 是由一家市的车区 所以从这一角度的车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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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人们接触毒品的原因 才能够对症下药 有效地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 Jegrivy也希望该机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所举办的打击毒品活动 能够获得各界的支持 早前政府也做出宣布 表示将会增设更多娱乐及休闲设施 同时也会主办一系列的休闲活动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让他们学会如何善用空闲的时间远离毒品 因为在交赖珍珠花园捷运站升降梯 打抢及殴打妇女 更被闭路电视拍下恶行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疯传 应议冷气机维修员 今天在地停分别面对两项控撞 不过她都否认有罪 26岁被告Tina Tayalan 被控在上个月14号 清晨6点45分 在珍珠花园捷运站升降梯 打抢是主离美山 并取走她的身份证 驾驶执照银行卡及400令吉现金 并将她打伤 结果抵出了刑事法典第394条文 罪诚将被判监禁最高20年级编持 主控官以被告行踪手法残忍 即逝发经过闭路电视画面 在社交媒体流传 引起各界震惊为由 建议法官Majon Talit 不提供保释 法官在批准有关的要求时 也则定案件在3月15号过堂 早前流传的视频显示被告 在珍珠花园捷运站的电梯中 试图抢走侍主手提包 更对他拳打脚踢 侍主站起来企图呼救 却遭到被告往腹部 踢了一脚后再次倒下 对方不久便逃之夭夭 凶狠程度引起各界震惊 另外被告也被控在同一天 清晨6点30分 打劫大同花园KK Mart连锁商店 恐吓该店的孟加拉级员工后 抢走了八包香烟 抵触了刑事法典第392 397条文 并可以在同一条文下被判刑 罪诚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级编制 主控官并没有向法官建议任何保释 法官之后并责定案件在3月18号过堂 被告在这两项案件都没有代表律师 继伊党总秘书Dato Takiyu Rin之后 反贪务委员会今天传照 伊党长老会主席Dato Hashim 和中委那些道问话 协助调查伊党被指接受 巫统9000万令吉现金的指控 Hashim这现金签大约早上9点40分 在几名伊党党员以及一名女士的 陪同下乘坐白色普腾赛家轿车 前往反贪委员会办公室 经过两个小时的录贡程序后 在媒体工作者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离开了反贪委员会 无论如何 媒体联络他时 他否认今天的录贡程序 并没有和接受巫统现金指控有关 相反的 今天的录贡程序是和他的儿子 使用他所属的汽车入口准证 以国会议员的身份 购买保时捷卡曼轿车有关 他也证实没有对9000万令吉 政治现金做出任何的声明 而在吉兰丹 今早大约9点50分 Nasido抵达反贪委员会办公室 并在早上11点 离开反贪委员会 他上级早证实前来 注查政治现金案件 反贪委员会已经在本月8号 传召一党中委 Nasido抵达入口供 昨天28号 则是传召一党总秘书 Dato Takyudin 补选的提名日 目前选举委员会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选委会主席阿萨尔预测 明天举行的补选将达到70%的投票率 并且呼吁当地选民尽早出来投票 除了呼吁选民 尽量提早到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 以及各政党在竞选期结束后 必须停止竞选活动之外 阿萨尔也不忘提醒所有人 在明天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 记得不要带有政治标志的衣着和物品 另外今天是赛盲月补选竞选期的最后一天 阿萨尔透露 比起刚过去的金马轮国席补选 这一次的补选所接获的投诉较为的少 直到目前警方只是接获33个相关投报 至于选委会和反贪委会 则没有接获任何有关这一次补选的投报 因此阿萨肯定这是一个良好的进展 阿萨是在巡视赛盲月选委会准备投票工作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明天举行的赛盲月补选 一共设有24个投票中心 以让53,411名符合资格的选民进行投票 另外加营副警区主任 穆罕马萨布里警监表示 投票日当天预计会有6个地区将出现交通拥堵 因此非选民受处使用替代路线避开车龙 警方也会安排1,115名警员维持秩序 穆罕马萨布里警方坚定将会出现交通堵塞情况的6个地区 包括双微城、白领在野、双溪拉浪、市茅月市镇、 巴领龙26里及宁静重 他宣告 非选民可以使用Eko-Setya-Hilu Eko-Wallu及嘉营芙荣大道 避开嘉营市茅月巴领龙主要道路的车龙 穆罕马萨布里是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向媒体周末表示 他也说警方已经详细策划 并会在数个地点安排交警执勤 确保交通顺畅 警方也会安排1,115名警员 在投票日当天站岗 警方也会从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 关闭市茅月计票中心前的道路 直到选举成绩出炉为止 美朝第二次分会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依然期望和朝鲜重返谈判桌 印度和巴基斯坦冲出声级 我国教育部长马西马列透露 大马留学生都很安全 稍后回来聚焦国际 美国依然期望 两座建筑瑰宝 带你重返重大的历史场景 三间名人故居 给你诉说首都的开布事迹 印度和巴基斯坦冲出声级 部首相达的是 万安西沙希望两国能够友好 解决问题 妥善处理分歧 另外教育部长马西马列也表示 目前大马留学生都很安全 他呼吁留学生和大使馆保持联系 中文字幕提供 无论如何 Wan Aziza也补充 尽管两国的关系目前陷入危机 不过依然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 也就是外交管道解决问题和矛盾 另一方面教育部长 Masdy Malay 也呼吁目前还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我国学生 主动和当地的大使馆联系 以确保学生的安全 马斯蒂也透露 目前这些学生并没有受到印巴冲突的影响 他们依然处在安全的状态 配合大马旅游年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将主办宣传标志设计比赛 候选者可以获得高达3000令吉的奖金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和车释迢 我国新生代羽毛球选手男单李子佳宋俊阳 女单吴景威三支男双组合以及混双组合 继续在德国公开赛的征途杀进八强负赛 但是其中两支男双必须自相残杀 李子佳连过两关第一圈三局逆转荷兰选手卡尔加之后 16强赛再打足三局才以21-19 12-21 21-16制服香港一哥五家浪 李子佳的八强赛对手是赛会二号种子台湾的周天成 宋俊阳也是拼足三局才以21-16 10-21 21-13打败台湾的吕嘉宏 接下来的拦路者是涌错中国名将林丹的丹麦好手维廷哈斯 我国女丹夺标西万吴景辉同样艰辛过关 第一局招架不了韩国的金家恩以10-21丢了第一局 过后才表现神勇21-12 23-21连班两局险胜过关 下一个对手是四号种子张贝文 南双吴是非和诺伊苏丁越战越勇 三局激战后以21-16 17-21 21-16 暴冷涌错三号种子中国的韩城凯和周浩东 可惜他们将在八强赛对垒同袍谢定峰和苏伟毅 谢苏组合是以两局21-17打败荷兰组合马斯和塔贝宁 王耀新和张玉宇也成功闯进八强 两局直落21-12 23-21 打败德国组合兰姆斯夫斯和瑟德尔 夏莱将挑战日本组合二号种子远藤大游和渡边永大 我国在混双硕果仅存的组合吴顺发赖洁敏 获得俄罗斯组合送弃权大礼不战而胜 八强赛将对垒中国组合合计停及渡月 2021年大马旅游年政府放眼将会吸引3000万名游客到来 为国家增加旅游收入 配合大马流年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达多玛姆林 宣布该部将会主办宣传标志设计比赛 参赛者可以获得最高3000令吉的奖金 莫玛林表示 这项比赛开放给18岁以上的大马公民参加 每个人只可以提成一份参赛作品 标志设计必须代表迈向新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 并结合马来西亚洲魅力所在的标志 每一份参赛作品也必须体现 能够吸引人的大马各种生态旅游产品 我愿意拒约向新马来西亚的大马公民参加 2020年大马流年宣传标志设计比赛将从本月11号开始 并在24号下午5点截止为期14天 莫玛林在发布会上指出 为了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标志设计必须使用英文 而标志理念的说明则以马来文和英文呈现 比赛结果将在4月12号出炉 前三名的优胜者将可以获得奖状及1000到3000令吉的奖金 另外五名安慰奖的主则分别获得250令吉的奖金 有兴趣参赛的我国公民可以透过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下载参赛表格 政府在大马流年专注在推广可持续性的旅游 也就是生态和文化旅游 并放眼吸引3000万名游客到来 希望能够为国家贡献1亿令吉的旅游收入 精灵宝可梦真人电影大侦探比卡丘发布全新的正式预告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欣赏 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